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23日 刚才看到新华社的另一篇报道 讲到习近平呢,还在吉林考察 刚开始呢,是考察这个农业项目啊 由这个八烟炒炉啊 这个景俊还陪同啊 那这一次呢,又到了这个部队去视察了哈 也就在长村呢,有一个叫航空航天 空军航空大学 到这大学去看一看,走一走 新华社做了一个报道 23号啊,八一前夕视察空军航空大学 强调深化改革创新 不断提高办学育人水平等等啊 还向全体这个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民兵预备役人员置以截止的呗后啊 表演大于实质啊 你想在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是 马上就要这个中美就要这个 搞不好就要开战篮 这个形式才想起要到这个 这个空军这个航空大学去看一看 去谈这个,培养这个 就飞行员啊 战事的飞行员啊 那根本都是不着边际的事啊 所以说你看习近平现在这个工作 给我的感觉是乱了方寸啊 你想现在这个局势啊 就非常的危险了 不是随便在这讲一讲的问题了 你看这个昨天是 这个美国突然啊 下令72小时 这个关闭了这个休斯顿的总领馆了 今天又爆出大新闻啊 旧金山的总领馆内藏着什么呢 通缉犯啊 而且通缉犯还有名字呢 叫唐娟 说是6月26号美国FBI公布的 说他是涉嫌的签证欺诈 因为什么他隐瞒了身份啊 他是解放军的 这个卸议军人啊 这个在美国却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啊 到处忽悠 其实这种人不少啊 还有一些是退休的啊 就解放军这个 这个一些官兵 一些将领啊 一些身份背景的 有的可能是一般性的退休啊 也不能说都是间谍 但有的的确是间谍 所以说美国非常重视这个事情 那么指控这个他藏在 目前藏在这个旧金山的 这个临时馆里 那什么意思 所以川普讲得非常直白啊 周三发表讲话说 可能要关闭更多的 是中领馆 领事馆啊 那就等于说中美断交嘛 所以早在一两个月以前呢 本人就有过一些节目 谈到过 断行 接着就断交 然后承认中华民国为 唯一的合华政府 然后就在南海上 开战 一定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习近平还有心思 这个到这个基地 谈谈这个粮食问题 你种粮最起码的一年才能丰收啊 最快要半年啊 这个 你培养部队这个飞行员呢 更是 这个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的 所以说 这个习近平这次 这个剧走 我觉得是 已经是来不及了啊 确实 你看这个画面啊 这都是一些表演的 这 到这个视察的时候 有着李作成陪陪陪统啊 戴着口罩 到了房间里面 回忆回忆历史上 这空军航空大学做了哪些贡献啊 把过去的故事讲一讲 然后再到这个 里面有一些项目啊 无人机的这个训练的飞行等等这些项目 再去走走看一看 你看 其实都是表演啊 在现在这个 面对这个美国多多逼人的这种挑战啊 这个有过去这种 前一段时间最早的贸易战 变成了科技战 科技上升了金融战 最后信息战 心理战 要制裁九千万 中共党员 那不就心理战吗 是不是 现在到了什么 外交大战 再一段交 这个下一步是什么 就不讲 不用讲 大家就明白了 所以说你看 这两天 这个美国这一方面啊 这个政要啊 这个非常这个活跃 都发表了一些讲话 特别是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 这个据说要在23号啊 这个下午4点40分呢 这个要发表的主题演讲 共产主义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现在美国已经是把 中共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终于分开了 直到呢 在中国啊 你如果说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 那是非常危险的 它越经济发展 它越用这种 高科技手段 监控老百姓 越多老百姓财产 社会两地分化越来越厉害 这个对于这个民主运动的打击 越来越残酷 你看这个现在有很多的政治犯啊 还怪啊 在大脑里面 你像这个徐志勇啊 这第二次进去了 还有秦庸民 还有中国这个民主运动的 这个可以这样讲吧 老前辈王炳章啊 中国第一个的医疗博士 公派留学出来了 就派到加拿大了 后来还是七一从政了 这个成立了一个 这个民运组织啊 创办了这个中国民运组织的刊物啊 以前的影响力非常大的啊 他现在还目前还关押在这个 这个广东的一所监狱里边 此外还有秦永敏啊 秦永敏也是一个老民运啊 那也是做共产党的老子 把老底坐穿了 此外还有这个失踪的高志胜啊 还有刚刚放的这个 这个709的律师 所以大批啊 就王全璋啊 这个 这个江天勇啊 等等啊 你想 这个还有死在这个 共产党监狱里 对吧 刘晓波啊 你想刘晓波提出零八宪章 非常温和 和平民主非暴力 没有敌人 但你没有敌人 共产党给你当成敌人 彻底的灭掉了 这个也是非常惨啊 还有主张暴力 一推翻共产党的碰名 也被干 是干倒在这个监狱里面 这说明什么 你不论同 要是和平的理性的非暴力的还是暴力的国家呢 要想 跌封共产党 共产党要都要很 绝对是不留这个活口啊 所以说 共产党一路走到今天啊 和国际社会啊 闻名世界的对抗 已经没有了就归旋的余地了 本人是最温和的啊 多次的骨髓 共产党应该 这个早早进行政治提示改革 特别是对习近平啊 本人 那这是 这个 苦口婆心的 好言相权 曾经多次的提出什么呢 这个允许国民党到大陆啊 建立制度 然后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起 这个推动和平转型啊 本人鼓吹了好几年啊 遭到了海外民营人士的嘲笑 看来嘲笑是对的啊 我这个观点是实在是太 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 不可能的 欲虎磨皮啊 磨不到皮也被虎吃掉啊 所以 现在美国终于觉醒了 你看美国 这个 一些政要啊 包括这个白宫安全顾问 叫奥布莱恩 奥布莱恩啊 还有联盟调查局啊 局长 克里斯托弗 司法部长巴尔 先后发表了重磅讲话 还有前白宫战略分析室 班农啊 还有班农后边的中国人 这个助手这个 就郭文贵啊 这个还有现在这个 港商啊 袁弓夷啊 是不是啊 严厉梦 出的这些 等等形成的和力 他就什么呢 终结中国共产党动执 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啊 一定要实现中国人的梦想 因为你不灭掉之后啊 你想他会祸祸全世界 十几年前是杀死祸祸 那时候这个温家宝 还能提出一点 另一级物理 惭愧的观点 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 他觉得这个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这个事情啊 他根本就是 不在乎别人死祸 甚至把这个原因 转嫁到美国身上 所以美国怎么能不活大呀 所以没有办法了 已经走不回去了 这是他自己选择的道路啊 现在美国这个 6月24号国家安全顾问啊 奥布莱恩 在疯狂声的演讲 我认为 特别特别的这个重要 特别的清醒啊 他说什么呢 美国人被动和天真的啊 对待中共的日子 一去不复还了 美国人终于醒来了 确实是这样 包括我本人在内 以前都存在的幻想啊 说共产党呢 和平演变不会的 所以说他和国际社会的对抗 直到今天是必然的啊 那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 这些这个恩国的这个 这个势力的联合下 施压下 我相信能够打败中共啊 但是这个把中共和中国人们区分开来 这是历史性的变化啊 就是说 这个一定要是 这个实现中国人的梦想呀 这个少一点付出 这个代价啊 因为共产党现在骗中国人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这个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困在一起 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困在一起 用这方面的愚弄的啊 欺骗中国的老百姓和世界各国人民 欺骗了几十年了 所以说美国这一次这个认识非常深刻啊 认为从三十年代开始 对中国就是误判了 现在终于改变这个策略了啊 的确是这样 如果早一点不误判就没有1989年六四这个这个惨案了 也不会有法轮功造成这个这个迫害的悲剧啊 也不会有了什么李文亮之死 这个是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全世界啊 公共备生的危机 现在毁掉了不是美国是全世界 包括加拿大在地 你想以前在加拿大 这个老外包括一些这个女性啊 大家见面的不是握手的紧紧的拥抱 没有距离啊 特别的这个温馨 你看现在都戴上大口罩 人和人之间躲得老远 保持这个安全距离 那什么意思 破坏了中共病毒 破坏了全世界 人和人之间和谐的美好的关系 所以谁不证悟呢 所以中共现在是什么 过街老鼠仍然很大 你看现在国际社会 你看媒体提及共产党啊 人都赤字以鼻 恨自入骨啊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去晃晃晃晃的啊 生活在幻想当中 沉醉着个人的 这个下属这些 这些自将新军啊 这个普将新军啊 这些人的催旁当中 还在战战自习啊 到这个所谓的空军这个训练学院去 你以为美国还能给你时间 让你培养下一代的飞行员 那不可能了 是不是啊 你必须现在马上迎战 但是你迎战的时候 你看人家 这个美国的 这个战机 古科技 韩良 那是了得的战机 根本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是不是 不仅还有战机 卖给日本 卖给台湾 卖给大批 什么意思啊 分摊军费了 现在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 靠的是合力啊 威攻堵截 这个唯独中国的一个军事的联盟 现在已经形成了 所以决心是很大的 实力是非常雄厚的 加上人家的航母 核动力的航母 还有人家那个作战经验丰富的 这个大领啊 和什么呢 和高远的这种信念 还有人家民意基础 你想 你习近平跑到这个什么空军学院 就这么 在这讲的这些空话 你看讲了什么 很有意思啊 这个全军要打牢 飞行学院的思想正式 军事专业 科学 这个文化 身体心理 你想 讲这套东西有什么用啊 是不是 已经无济于事了 所以说 现在整个美国 国际这个反共的势力啊 以军事势力 就为基础啊 现在已经是逼近了什么 逼近了南海啊 军机 人家的军机都已经飞临了 你的一个靠近你广州附近了 是吧 侦察机去了好几次了 你还在这儿到人家 还到这个空军学院去讲 培养人才的问题 这个怎么那么跟上现在的形势啊 怎么能和现在这种 这个中美对峙这种 有冷战 已经变成热战 即将变成热战这个形势 跟不上了 所以学习抢经国吧 赶快 开放党籍和报警 免得14亿中国人民 遭殃了 所以说 习近平何去何从 到了什么 到一个历史的节点呢 你是要做 一代的伟人 还是亡国之君呢 这个就在眼前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贸易的收看 谢谢再见